侯友宜拼选情逆转 自比当前选战居下风 就像是在和歹徒枪战 强化打击犯罪形象 增加好感度 侯友宜也批评诈骗犯罪横行 蔡政府打炸没成效 换他来做绝对不一样 对于当选总统要做哪些事 侯友宜把两岸摆在第一 现阶段最重要的 以总统最重要的责任 是要让两岸稳定下来 第二个最重要的 就是说经济产业 因为这几年什么都缺 里面最重要经济产业里面的发展 最重要就是电 不是只有缺电 也缺工 也缺人 这些问题都要赶快去面对解决 对于赖清德走进白宫的说法 侯友宜有话要说 周日全代会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将出席 被认为党内整合迈出第一步 侯友宜也表示 乐见两人信念一致 新唐历史高建论刘兹营 台湾台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